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秘阳44人事件的最新情况 首先,最初爆料秘阳事件的主犯 也就是Picture One影片中的那个人 让20年前的事件重新引起关注的 哪大不关锁YouTube频道 昨天下架了所有影片 也换了频道名和投降后留言 在与失败者家属们沟通后 关闭了频道 不过,因为就在同一天 警方表示 被爆料个人资料的加害症的5人 对哪大不关锁YouTube频道 以名誉毁损提起了诉讼 并且也有韩国XXX预防机关提出 受害者们不想再提起这个事件 所以很多网友们猜测 可能是对诉讼感到负担 所以关闭了频道 因为频道关闭 所以之前公开的加害者们的 个人资料也都消失了 但是目前在韩国 已经出现了另一个频道 重新上传了Picture One餐厅中的主犯他 喜欢打高尔夫球的进口车销售员的影片 并相继公开了第三个加害者 在二级子公司上班的他 第四个加害者 在密阳市涉事管理工团上班的他 第五个加害者 在马山等地做外送员 并持续做小混混般的坏事 目前因为一些纠纷 正在逃亡中的他等 共五个加害者的个人资料 并表示会公开剩下39个加害者的资料 对此很多网友们表示 希望类似的频道持续出现 影片也持续上传 让那些家伙们的人生 从现在开始跌入谷底 然后这两天 被公开身份的两位加害者 亲自在网上留言了 首先是他 我是金聪祖本人 在密阳事件当时 我因为前辈们的威胁 被迫参与的 并不是我自愿 我也已经和受害者和解了 这样的网络暴力和名誉毁损 我一定会提起诉讼 请不要骚扰努力生活的人 然后另一位加害者 他也在网上留言 因为事件重新收到关注 我担心受害者会受到二次伤害 或者想起过去的事情 对此我感到抱歉 因为持续有人向我所在的工作场所抗议 我被迫离职了 我确实有时候在周末打高尔夫球 但我的家人和周围的人 都在承受太多的痛苦 三天来 我连一口水都没喝 就像心脏停止一样 我真的很抱歉 我觉得自己连喝水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有罪 我愿意再次受到惩罚 并将用医生来服务和奉献 这样忏悔的活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你们只是受了几天的苦 而二十年前的受害者们 现在仍在痛苦中生活 就当成是现在在承受 当时未受到的惩罚吧 为什么没有早点道歉呢 那是因为直到现在 对你们自己的生活 没造成什么影响吧 受害者从那时起到现在 一直都是正在进行事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看到犯罪者过得很好 当然会让人讨厌和生气 但受害者的痛苦太大 很多受害者 其实更希望不再听到 不再看到这些事情 希望自己忘掉 希望大家都能忘记 新闻上真的都是这个话题 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看 这肯定非常痛苦 所以对于受害者 不希望这件事情 再次引起关注 但是保留者们预告 会继续公开 加害者们的各自的这个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 每个人 会有些太多事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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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